滴到碗里的鸭油经过高温淬炼 然后被收集起来加入卤汤 其实驱江烤鸭的第二个秘方就在这个碗里 驱江小镇的土窑里 鸭油经过高温淬炼 然后被收集起来加入卤汤 配上精盐味精 辣椒面花椒面胡椒面 芝麻葱花香菜等 成为酥嫩喷香野趣十足的驱江烤鸭的蘸水 这是一种惊人的突破 一般而言 鸭油汁只会被当成有着腥骚味的废料抛弃 更不可能拿来做蘸水 但是驱江小镇的烤鸭师傅们 却利用高温去掉腥骚味 然后再用味道辛辣的佐料进行调制 硬是把一种难以驾驭的食材变成了独特的食材